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的是磅针的加针 那磅针的加针呢 其实有几种方法 一个是之前曾经讲过的 就是用挂针的方法 那用挂针的方法的话呢 它的记号就会是一个圈圈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在织的时候直接挂就好了 就是像这样子 那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呢 可以再回去参考这个空花那里 那个那边有提到怎么样挂针 那另外呢 那个还有呢就是 可以用就是挑前一段 挑前一段的方法来加针 那这个时候呢 在记号上面你就会看到 是一个像这样子的记号 像这样子的记号 那这个呢就是直接挑针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做给大家看 其实不会很难 只是呢 那个第一次做的时候 大概都会想说要怎么办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就是 我们来示范怎么样挑前一段 好 我们先打一针下针 那再一针下针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挑这里 看到吗 挑这边 把它挑起来 然后挂在你的 挂在你的针上面 然后接着呢 你注意到我挑的时候 然后这样挂 那接下来 打下针的时候呢 就打这里 这不太好打 打下针的时候呢 就直接打这边 然后这样 好 那看到没有 打好以后呢 是不是看起来 很像那个符号上面 那个样子呢 那就是为什么 它画成这个样子 好我们再 好再加一次给大家看 挑起来 好然后呢 先挂到 左手针上面 然后你的右手针 再去 好这那个 有点紧 好所以呢 不是很好打 然后再打 好这样子 好看到没有 又是又加了一针 好那这个就是 加针 好 来我们再做一次 好从这里 就是这是前 就是 事实上 说前一段 其实就是 你现在 你现在正要打的 这一段 好的前一段 好就是这边 好就从这边挑起来 然后挂到左手针 然后再 再打 然后再 再打 好 好那这样子 好不知道大家看懂了吗 好这个就是呢 这个棒针的加针 棒针的加针 那像刚刚看到说呢 直接挂线的方法就是像这样 就直接挂线 然后再打 好挂线 再打 好 那就这样子 好 直接挂线再打的方式 那我们让大家看一下说 好那个就是来挂线 好然后再打 那 挂线再打呢 跟刚刚看到这个 就是挑前一段 起来的呢 你打到反面的时候 会有些不一样 好 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反面这里是上针 那看到没有 挂线再打的部分呢 打到这个挂线的地方 会出现这样子 好 然后 这时候呢 打上针的时候 要记得要用上面的这个 好 这样子 这样打起来呢 才会是加针 你如果挑另外一条线 就是 就会变成空针 就会变成空花一个洞在那里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挂线加针的时候呢 会出现的 好 就是呢 他会那个 你要注意这个挑的 挑的线 到底是哪一边 好 我们这边又有一个 看到 如果我 如果我挑的 如果我是从这里 勾上针 而不是像刚刚从这里勾的话 我勾一次给大家看 好 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 看到没有 这里就出现一个洞 那但是呢 我们要加针的时候 我们要打的是这一条 而不是这一条 我们打这一条的时候 他就不会有洞 看到吗 好 那刚刚前面就是 直接挑的会怎么样 看到没有 直接挑的呢 这边都不会出现有洞 因为在前一段 已经打过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顺顺的 一路一直打过去 就好了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 就是 加针 那当然也可以在上针的 这一面加针 那一样的道理 上针的这一面加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书上面 他一样有提到 就是上针的这一面呢 其实也是可以加针 虽然我们通常都会习惯 从 这个 就是下针的那一面 因为呢 下针的那一面是正面 那这样子呢 用来加针的话 会比较 会比较顺 但是呢 也并不是不可以 好 看到如果是从上针的这一面 加针的话呢 也是一样 就是 挑起来 挑起来以后呢 然后打 好 那在这边呢 就是做一次给大家看 就是 这一条 看到吗 就是 这一条线 从这边 那个用这个右手针挑起来 比较顺 从这边挑起来 然后呢 这一次 要打 要打 要打下面 就是 在平面下面的这一条 这一次 这样挑起来以后呢 要打这个 因为你如果打这一条 它就会变成一个空针 所以呢 要打下面这一条 好 好 所以你看我做的那么辛苦 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家比较喜欢在下针的那一面加针 好 这样 然后呢 再打 好 那不管是在哪一面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好 那看到没有前面那边我们示范的一个就是 用挂针加针之后呢 然后 就 直接就是如果打另外一边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洞 你看这里 正面翻过来就很清楚这里有一个洞 但是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呢 就为大家示范的这个就是 夹针